方树安跟这个盲人老者商议 求他给帮个忙 为什么他要求个盲人呢 其实方树安心里清楚 你这叫跟我装帅 你肯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这会儿我把你沾上 你就甩不掉 帮忙也得帮 不帮也得帮 这得说方树安会来事 老者温听点了点头 罢了 我吃了你的饭了 能不给你干事吗 如今你也破费了 好吧 不过方树安你放心 别看我实名的人 要想抓他 错估摸着还不费劲 就瞎摸 也能把他摸着 这样吧 你出去 公开跟他见面 把他稳住 然后我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 撑出去 拦腰把他抱住 咱俩 不就把他抓住了吗 就即使咱俩不行 这地方叫 蒋家驼 路口那块就有衙门 这有巡检司 有军队 军队文姓赶来 再帮咱的忙 他还跑得了吗 你你你 老爷子 我谢谢你了啊 事成之后 我个人有重谢 官府有重赏 好好好 那你就请便吧 哎 好了 方川也不吃了 就在这个单尖雅座里边 把衣服归整归整 把帽袋拉拉 鞋袋紧紧 腰带子紧紧 周辰上下紧沉利落 拽出一尺二寸长小片刀 啪啪啪 在屋还练了一趟 这盲人呢 翻着眼睛在这听着 哎 哎 方爷 我讲着你身上 好像挺沉似的 咦 我说你这样完还能闻着 闻出来了 你是不是把那银子包 先给我放下 你带着这么沉的东西 你怎么抓贼呢 等一会儿抓完贼 我再还给你 哎 你好 你先给我看管 一千来两银子 六七十斤呢 那么在腰里他坠着 多不方便 方川把包解下来 交给这老头 我先放这啊 可别让他丢了 全交代完了 方叔安把这半截的门链 嘖 望下一坠 呦就蹦出去了 正蹦到紫面金刚王顺 桌子前这 抖丹天高声喊和 呀 你说没鼻子 他不兜风 这味儿跟正常人也不一样 把屋里人吓了一跳 什么声 别人不说 单说王顺 刚叫了两盘包子 刚咬了一口 猛抬头 你看方叔安 出现在面前 把他吓得是魂不附体 哈 筷子也落地了 包子也掉地上 他不是怕方叔安 他怕的是白君瑞和徐良 这就叫贼人胆虚 那个时候这王顺 这么老半天上哪儿去了 在本地 他有熟人吗 没有 王顺这是瞎跑跑到这儿来的 他为了摆脱跟踪 进了蒋介坨之后 他一开 有个大院套 后门开着 这后院里堆 这全是乱草 王顺也太累了 他就钻进草堆 在那块斩壁一时 要不说他脑袋上 身上怎么进草墨子呢 王顺钻进草堆啊 闭着眼镜 琢磨了半天 他一盘算 我上哪儿去 哎呀 上云南 太远了 上四川 也不进草 回元季 不 绝不能回 肯定官府得通缉我 那么眼前有什么地方呢 他想啊想啊 想起一个地方呢 离这蒋介坨不远 冯云虎 冯云镖 冯云翰 江湖号称 冯家四太子 据说 是四元猛将 每人一队大锤啊 是金银银铁八大锤 听说这冯云章 还有两个帮手 他曾经跟这两个人学过武艺 一个叫海马追风走 上官清 一个叫海马 芙蓉 走 上官轮 他还有个军事 这军事姓上 叫上可善 哎呀 但是跟这些人都不熟悉 我投奔人家去 人家能不能收留我呢 这玩意可就难说了 最后他一琢磨呀 不如大胆一试 反正我们都是江湖人 提我爹的名望 他们大概也知道 能收留我更好 不能收留 我借点穿自路费 然后我远奔勇满 嗯 就怎么办 王顺又一想 眼前至关重要的 我得摆脱这个椅子 把方船我就甩掉了 我就在这瞇一会儿 睡着一觉 一会儿他找不着我 他就过去了 或者他就回去了 我再走我的 他在草舵里这一忍呢 这个滋味可难受啊 又渴又饿呀 这才想起来 一天一夜 水米没沾唇呢 一会儿我就胃饱了肚子再说 没钱没关系 我哪怕脱件衣服做压杖的 故此他等了有一个来时辰 后来实在忍不住了 他起来了 把身上的草抖了抖 仗着胆子到了街上 东看看西瞅瞅 一瞅没有方船 另外也没有开封府的官人 这才仗胆子到了前街 他可没想到 就在他进了蒋介佛 钻进草舵 这个前后 有一个人正在暗中监视于他 王顺做梦也没想到 等他进了饭馆了 到三仙居 打算累了肚子 也没钱呢 他就要了两盘包子 吃完了好赶路 没想到这包子一口还没吃呢 方叔安在里头蹦出来了 他也有不怕之力 这小子曾就站起来 一看 还是方叔安自己 他撂围放了放心 事到如今呢 他也豁出去了 幸福安的 咱俩是前世的冤家 今世的对头 又在这遇上了 你又遇上了 哎 王顺 你要是懂事的 赶紧自己投降 我管保不凌辱你 无情不难 一会官兵来到 小子你可就活受罪了 你胆怎么办 说个痛个话 求你别骂他 王顺把眼前那张桌子 这一招我奔方叔安就砸来了 方叔安便不明要往旁边一送 顺手抄起一只弹筒来 奔王顺就是一弹筒 这王顺下的一笔头 又啪歇了我了 怎么回事 弹筒正好砸在酒坛子上 酒坛子也碎了 酒也撒了 把掌柜的伙计下得 嗷嗷之叫唤 吃饭的是四散奔套 歇了哗歇了哗 饭管可乱了套了 方叔安扭向回头就喊 王爷们 快帮忙抱腰子 可是方叔安喊完了 往一号的房间一看呢 那个忙老头踪迹不见 把银子包也给拐走了 没了 哎呦你可把方叔安给气的 心说我上了这个老家伙的当了 你拿我当傻小子指挥呢 你把我银子给我偷走了 连忙都不帮 你可怂了你 可是方叔安一愣这功夫 王顺从窗户跳出去了 头也没回 撒脚就跑 到了现在 方叔安也顾不了这些 追出饭管 才后的就撵 撵 截住 有人没给截住 他是国家的要犯 他是贼 谁敢接呀 老百姓躲的躲 擦擦擦擦擦擦 接上是路径人戏呀 一瞅着王顺手里提着明慌慌一把刀 谁要一拦着咔嚓给一下怎么办 就这样 王顺逃出讲解脱 奔少花山就跑下去 方叔安不是他 他后的紧追不舍 这和王顺没当过时间 简短接说 一口气 跑了八十里 在日头望西转的时候 他总算来到 绍花山的山口 把他累得是摇摇晃晃 实在跑不动 方叔安还比他强 因为老方吃了两回饭 这肚子里他有底 王顺能力再大 他没吃东西 方叔安离他保持着半里地的距离 因为这是旷野深山 所以看得很清楚 就见王顺摇摇晃晃 进了一座山口 老方不知这什么地方 压刀还继续追 但是说子面警告 刚一进山口 离他呼哨就响了 胡哨一响是浮明四起 出来七八十个楼楼兵 手里头 各拿刀枪弓箭套马杆子 勾连枪 把王顺就给包围了 几支勾连枪 直向王顺的钢伞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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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他就扎死你 王顺就没敢动 一手踢刀 一手一摆 各位弟兄辛苦辛苦 别误会 别误会 咱是自家人 我也是老和 你也是老和 你找谁 我初次到贵宝山来 请问我这有个朋友 这个朋友姓田 叫田凯 是否在此 田凯 他在烧花山干什么呢 我听说他在这也当个小头目 楼梁冰说是有个叫田凯的 是我们这寻山寨主 人送绰号双刀匠 对对对 我找的就是他 你叫什么名 在下姓王 叫王顺 好吧 先把刀放下 听我们的啊 不听 对你可不客气 哎好 他来个来个 王顺把刀扔了 人家把刀捡起来 拿根绳子 把刀拢上来 到里边送信 这王顺说的是迟话 确实他有个好朋友 叫田凯 人送绰号双刀匠 是他爹 神权太保 王兴祖的徒弟 尔文说 他在烧花山 还当了个小头 但是多年不通奸性 这也是茂茂啊 这么一提 哎结果啊 还碰着劲儿呢 劳劳兵到里头 一送信 时间不大 寻山小寨主 双招将 天凯 晃着膀子来 他低头看了看 哎哟 果然是凶的 我简直都不认识你了 快快快 松绑松绑 罗洛兵 罗洛兵把榜绑给解开 给刀 又给了王顺 王顺哭了 天大哥 被难之人 前来求你 汪哥哥 跟总绑松绑 跟总侠寨主美言几句 把我收留下吧 我现在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雨 走投无路了 别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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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你走了 据我所知 你是顶天立地的英雄 哭什么 有哥哥在这 你就可以在这待着 总侠大寨徒 跟我关系不错 我到那说几句 没问题 你是个英雄 请都请不来 他能拒绝吗 别难过别难过 走走走 我现在就领你进山 哥哥 等等 后头还有人追我呢 啊 开放佛的 可不是吗 来多少人 不知道 反正我看见的就是一个 那你放心 我们这座少华山 同邦铁笔 他飞都飞不进来 弟兄们 有 伤口手好 没有我的话 任何人不准放进 是 你看他是 寻山寨主 有这个权利 他安排好了 带着王顺进山 顺着 盘山道 就来在 少华山的 金斗大帐 董尔顿 门开着聊聊着 这里边正在谈论事情 谁呢 总侠大寨主赤法龙神冯奎章 跟他这两位老前辈 上官清上官伦 军士 还有他几个儿子 偏富寨主 正议论打造战船的事 可正这么时候 他们两个人进了院子 天凯告诉 兄弟 料等片刻 我把底交给你 我们总侠大寨主 冯奎章脾气暴躁 但这个人心肠挺热 你呀就得顺着他说 只要他瞅着你顺眼 看你可怜 包准收心 如果你枪着他 这事可就不好办 我都知道 现在我要饭不怕搜啊 能收留我就行 我还敢跟人家降嘴吗 哎 就对了 我跟你送个信啊 说着话 天凯 正正帽子 抖抖衣服 来在大厅外边 高声喊贺 到 在下 要求见大寨主 冯奎章往门口看看 是天凯吧 不错 正是在下 进来 是 天凯 规规矩矩 走到虎皮交椅的前面 攻身势力 回总侠大寨主 有一件事情 要向您禀报 什么事 咱们这来了个朋友 打算要步步登高 投靠总侠寨主 赏碗饭吃 天凯 这鸡毛蒜皮的事 还用跟我说吗 你是寻山寨主 你看这安排吧 只要这人可靠 就可以 是 不过 他不是一般的人 必须跟大寨主 得见个面 不是一般的人 那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大寨主 您听说有个人没 叫神权太保 王行祖 那怎么没听说过 一压南七省 那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他不是被徐良给劈了吗 对 今天来的这人 就是王行祖的儿子 叫紫念金刚 王顺 王顺 屋里的人就一愣 海马追风走 上官清一听 首年虚然 他不就是贾徐良吗 听说他在八宝 跌运风 轻松狼牙剑 入了王点一伙呢 怎么上这儿来呢 田凯说 那我就不清楚了 最好您亲自问话 好吧 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让他进来 天凯兴花怒胖 来到外边 满脸是笑 兄弟 我跟你说了 看那意思 大家都挺欢迎 张嘴英雄 闭口好汉 你跟我进来吧 哎 王顺进了大厅 他一看 这哪是大厅啊 分明是森罗宝殿 正中央有座高台 高优无耻 两旁边有梯子 上头铺着虎皮 在办公桌案的后面 是一把特大的虎皮 高脚鞋 在椅子上端坐一人 又这人长得太难看了 就是白天 打个对面 也得下个跟头 首先说 这位这个子 身高能有一丈二尺六 都出了号了 宽宽的肩膀 挺大的骨骼架子 这张脸 从脑门到下巴 长了下 没二尺也差不多 全骨也找不出 这么长的脸来 高高的全骨 四郎的下巴 大奔的头 深眼窝子 镶嵌一对黄眼珠 满脸嘎哩嘎哒 是一层水性 磕下一步 红胡须 而且这人脑子上 还长俩包 不知道的呢 就好像两个鸡脚 要不怎么叫赤发龙神 连胡子的头发都是红的 长得就像化身的龙似的 人要长这模样 能顺眼得了吗 头上带着火红 肚子扎金 身穿火红缎的剪绣袍 外配对华英雄厂 在上面一座 是宛如泰山 在他身边有四个大哥 这四个大哥 也身高在一丈二尺左右 一个个绑大腰圆 是肚大腰汗 在他们脚下 放着金银铜铁 八支大锤 桌子这两边有两把椅子 坐着俩老头 这俩老头好像一个模子磕出来 五官貌相极其相似 不过这皮肤的颜色 有点区别 上锤手这老头 这脸发黄 下锤手这老头脸有点发青 滑白的虚然 干巴巴的精神 美人身后背着一队独龙双轨 下锤手又把椅子 还坐着个出家的老道 这老道是细米尔拉的眼睛 黄胡须 深沛八卦鲜衣 腰中悬剑 再往下看 都是篇幅债主了 王顺没有时间挨个给项面 墙步骑身过来 撩衣服就跪倒了 各位豪瀚在上 总侠大债主在上 被难之人王顺 给众位问安 说着话 趴地去就磕头 天凯给介绍了 大家一楼 各位 这就是神圈太保 王兴祖之子 紫面金刚王顺 你说上人家这来 也不容易 像王顺这个人 那也是了不起 但是求人家来了 就得给人家磕头 赤法龙神 冯徽章看罢多时 免礼平身 多谢大债主 王顺往旁边一站 冯徽章先给他向了向面 而后告诉天凯 此座 真伤脸给搬了把椅子 王顺这才坐下 冯徽章就问 王顺 你是不是就是那个假虚良 不错 正式在下 嘿嘿 听了你的经历 真叫人可发一笑 因为你长得酷似虚良 唯独眼眠 唯独眼眉不一样 就因为这个 有人跟你化了妆 把眼眉都染了 是有这事吗 一点都不假 嗯 这是有人介绍 要没人介绍 还真得拿你当虚良呢 见过你这人 都说是一样一样的 是 哎 王顺 你不是在八宝跌云层 青松狼牙剑吗 我还接着请帖了 说你们七月十五 要开人头大会 怎么这个会没开 你到这儿来了 哎呀 大债主 一眼难尽呢 王顺 说的这儿眼泪 一双一对的往下掉 屋里人一阵大乱 风徽章 晃晃晃脑袋 王顺 不必难过 有话只管讲来 如果你说的在理 本债主一定给你做主 多谢债主耶 各位荣明 是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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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事 这王顺 就把蒋平 徐良 白云瑞 怎么攻打 别云峰 徐良怎么没死 这些经过讲说了一遍 一直讲的 山魏 宋军攻破 自己怎么跑出来的 他是毫无隐瞒 等说完了 大厅就一阵大乱 哗 哗 大伙一听 那么大的一座跌云峰 如今是一败涂地啊 就官兵给抄了 这消息还不知道 王顺要不来 大伙还蒙在鼓里 冯会长就问 那么 总侠大寨主 王点 现在何处 死了 叫白云瑞 给炸死了 好 电光侠 火于贵 不清楚 打乱套了 谁指使死 是我 反正我跑来了 正在这时候 外头当兵的进来了 爸 不知道大家如何了不得 山口外 来那开封府的官人 口口声声 要进山抓贼 最后一座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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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座跌云 随手 之后一座跌云